嗨,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转发点赞,谢谢 讲解怎么说吧 今天的化石就是 南翼龙了 南翼龙是曾生活在白厄纪前期的翼龙 因为是在地球的南部被发现的 因此它的名字有南方的翅膀的意思 原来如此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嘴里长胡须的翼龙 朋友们,早啊 你们今天是不是想去看看南翼龙啊 我好想去看 它的嘴里长着很多胡须呢 那个可不是胡须 你们先过来,我再跟你们说 我叫南翼龙生活在白厄纪 我其实不是恐龙而是翼龙 巨大的翅膀亚能在天空翱翔 看我帅气飞翔或是南翼龙 长长的绘布里有一千颗牙齿 最适合吃小小的加克雷 身长2.5米还有巨大的翅膀 闪动翅膀羞羞飞上天空 从那里出生的我 动作笨拙 可爱的一栋宝宝 真的好小 大大的张开翅膀 伸直伸直 快快长大我变成大翼龙了 我叫南翼龙生活在白厄纪 我其实不是恐龙而是翼龙 常常有细细的牙齿有一千颗 我是南翼龙帅气翼龙 帅气翼龙 我叫南翼龙生活在白厄纪 我其实不是恐龙而是翼龙 巨大的翅膀亚能在天空翱翔 看我帅气飞翔或是南翼龙 长长的绘布里有一千颗牙齿 最适合吃小小的夹克雷 身长2.5米还有巨大的翅膀 扇动翅膀羞羞飞上天空 从南里出生的我 动作笨拙 可爱的一栋宝宝 真的好小 大大的张开翅膀 伸直伸直 快快长大我变成大翼龙了 我叫南翼龙生活在白厄纪 我其实不是恐龙而是翼龙 长长有细细的牙齿有一千颗 我是南翼龙帅气翼龙 帅气翼龙